台北羽球公開賽持續激戰 混雙八強賽上演了一場港台大戰 台灣代表李嘉欣 葉宏偉 出戰香港組合李靖熙 吳芷柔 在主場球迷的歡呼加持下 李嘉欣和葉宏偉開賽就打出氣勢 只花了10分鐘就以21比12掀持的點 但是香港混雙代表很快做出調整 從第二局開始 頻頻針對李嘉欣和葉宏偉的站位攻擊 機關他們一路苦追 被無奈最後兩局仍以十三比二十一 十八比二十一敗下陣來 在本屆賽事十不八強 慢慢做調整 其實我還蠻喜歡在台灣比賽 之前就有打過台語公開賽 就是有那些觀眾 還有不管是天氣食物 我覺得就是比較習慣 然後看到台灣人就感覺 比較有安全感的感覺吧 兩三年沒有在台灣打比賽 所以除了排名賽以外 所以公開賽相對來講 對我們台灣的重視度都很高 但是我們就是這一次沒有 其實也沒有發揮到很好 所以覺得有點可惜吧 至於稍晚的比賽上演了兩場 寶島內戰 台灣羽球王子王子維 在男單八強的比賽當中 和學弟林俊逸 狹路相逢 雖然這是他們兩個人 職業場上的第一次對決 但一開賽兩人就互不相讓 一路廝殺到了第三局 才有林俊逸以二十一比十 擊敗王子維成功晉級四強 至於當今世界排名第二的小代戴資穎 同樣在八強賽 又跟台灣女段好手白玉珀 競爭四強門票 小代這場比賽 發揮他前球後的身手 沒有給小小白太多機會 只花了三十分鐘 就以二十一比十三 二十一比十四 只落而獲勝 挺進最後四強決賽 外推台才